歡迎回到民視頻道 那今天歡迎帶來比賽 在離子雙打決賽要進行之前 當然也請到了 可以說是非常具有盛名的美女儀隊 來到現場來為我們做一段表演 我想在國際賽事 在決賽當中 往往有很多的這種周邊活動 那在賽會除了請了北英女儀隊來表演以外 同時在這個所謂的二樓的長廊 也有很多所謂廠商的活動在進行 我想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些 這個球場比賽以外的一些特色 對 看一下這一群小綠綠 又會讀書 而且平常還能夠在 這個課餘時間進行嚴格操練 這真的不容易 我想這可能心理素質也要高才行 沒錯 在這麼多人面前 如果表演不小心 其實還要默默的裝沒事才行 你現在是希望看到掉槍的 好不服 這個 當然我想他們這個訓練也 對 我想最重要 當然 單打剛剛結束 那緊接著雙打 我們知道 這一位比例十年 我們說過 這一次2013年 以非種子的身份 排名在133位 也居然在這個挑戰者比賽 單打也打到決賽 也拿下冠軍了 緊接著雙打也打到決賽 所以正好也利用這個表演節目的過程當中 讓這個凡艾特可以稍微的換裝一下 因為畢竟剛才打完了 全身都濕搭搭的 換一下衣服整理一下 休息馬上雙打的比賽 他就可以繼續要進行 像老師一般這種 如果單打結束馬上進行雙打 或者雙打結束馬上進行單打 在國際的賽事來講 有沒有所謂的特定規定 選手一定要休息時間才能出賽 其實按照國際的規定 他會根據你打多少局 也就是所謂的總局 來決定你可以休息30分鐘 最多到45分鐘 但是昨天我特別也跟這個 賽事的這個WTA的總監 還有裁判長討論 他說基於這種所謂的冠亞軍 而且不是打所謂的五盤三勝的比賽 他的這個中間最多 休息半個小時 也就是說不去考慮他的這個局數 就是半個小時之後 馬上就要開打 所以這個對同時打軍 打決賽的球員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體力大考驗 那各位朋友還記得的話 高雄海碩杯 我們正好天吐颱風 把星期六的比賽移到星期六 當時的印度選手 就一天連打了三場 打了準決賽 進到單打了決賽 雙方決賽進行 所以他連桿三場 那當時的這個印度選手 他的休息時間也是非常有限 這個基於尊重整個賽事 進行的一個順暢 好 我們在休息一下呢 繼續回到台北小巨蛋 今天回到民視頻道 我們緊接著繼續來觀賞 這是斐女儀隊他們做的精彩表演 比賽 導遊 比賽 導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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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